新浪娱乐的网友大家好,我是虹哥 猎场杀青以后,我就一直都没有接戏 如果我们认为得人是最好的团队 那就应该相信,我们可以做得好 我不希望去消耗之前获得的成绩 我也总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可以留下来的 虽然这很难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猎场 我一直都说整个猎场拍摄的过程都让我过瘾 难忘,沉醉 所以感到自己被掏空了 我发现做一个演员,我所有的能量 我的能力都已经给了郑秋冬这个人 我还是不行 我决定放弃 暂时的停下来是为了能够走得更长远吧 如果不值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把一零年之前这几年称为后里逍遥时代 是来自于我内心的声音 因为我总是想离一个演员近一些 离一个偶像远一些 所以这才会有了一三年转战话剧舞台的这么一个原因和动力吧 我觉得演员还是需要到真正的表演的舞台上去磨练 这个选择我觉得也是对正确的 我在排练的那三个月的时间里 我经常就是和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剧组的演员 就排练完了以后把他们叫到我住的地方 然后让他们给我提建议 给我开小灶 可是战队已经结束了十五年了 那个时候的地人是谁 他们认识现在的这些孩子吗 我感觉到自己转型成功的并不是在拿到奖杯的那一刻 而是我在现场的演戏的过程 我就能感受到 比方说在拍狼牙榜的时候 因为以往演戏的时候 我会知道自己在演 我会意识到自己在演 可是拍狼牙榜的时候 有一些场次会让我忘记自己在演 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 就是往往在那种时刻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特别的过瘾 特别的幸福 那那种时刻要比站在台上拿着奖杯 要幸福得多 梅昌苏是可能经历有些像吧 经历过生死 欲火重生 郑秋冬呢 我相信这个角色 他会走进很多人的内心 就是我觉得 江老师这个剧本啊 他像一本武林秘籍 只要你是演员 你翻开他的时候 你都会特别的冲动 对于我来说呢 这本武林秘籍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葵花宝典 就是我翻开第一页的时候 我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只有一个人信任我 我也绝不能够让他后悔 骗人的事 我不敢做 每个人都有挣扎的过程 而从戏剧的角度来说 越是挣扎越是好看 他会迅速地把你带入到 他构建的这个世界 让你相信这个人物 相信他构建的这个世界 我叫郑秋冬 我是特意来感谢 不管包里装的什么 都不要拿出来 先去掉胡歌这个 在大家心目中的这个影像 这个很难 我相信有 像变形金刚那样的演员 他演什么像什么 但前提是 他要懂得保护自己 我指的保护自己是 让自己的生活中的那一面 把它隐藏起来 因为生活中的形象 越是具象 观众就越难以接受 反差大的角色形象 当然作为演员来说 想要过上普通人生活 也是挺难的 尤其是观众啊 粉丝啊 会特别热情 我呢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更多地关注 我荧幕中的角色 然后可以给我一些 生活的空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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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